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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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第二天了 今天起的比较晚 因为昨天有点累 可以走路走的 我们现在出发去 江西省的博物馆转一转 听说是个新馆 还不错 我们到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没有下雨 路边都是这种 各种卖吃的人 你进去吧 我看网上面 对这个展馆的 评价还是蛮高的 进来以后感觉还是 至少他的大厅还蛮气派的 我们一个个展进广 第一个里面是 敦煌瓷华艺术展 最远看是一幅山河图 但走进了确实有 有一块块这种单独的 色块的小瓷砖 组成的 那是单色的 也不是单色的 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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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拿着雪包的 漂亮 原来陶渊明也是江西人 很容易 透发元期 明天是在南部 超级高 这么快 超级的 高线从上的一盒 可能天窗中它的好看 漫画 每个舞台会有的感觉 各个特殊 各式的感觉 原来南朝鲜127年那么早 历史跟人冒得很感兴趣 这次旅游相当于把江西东北部都转移 上然后今天是好像的 我们转了差不多有两三个小时吧 现在一片午2点40了 还有很多人入国 我们现在坐地铁回老师地区 去八一广场转一下 然后晚上约了一个腾黄阁的夜长演出 今天早上我8点55起来 微信上疯狂抢票 终于抢到了 这个什么江西文旅一卡通 我真的是不想吐槽了 这就是八一广场 今天来是8月1号里 听说今天早上有升级一次 这边就是应该是江西省的美术馆 我们看看能不能进去 这个大虹心好有律师感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 我发现南昌这些所有的博物馆啊美术馆 基本上你都是关注公通号 然后预约 你可以现场预约 但有时候现场预约 你可能预约不到 就票码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旁边都会有个闸机 可以直接买票 然后那个上面很快 你可以买完票 直接拿身份证入场 就不用走那预约的流程 感觉也有点点杂乱 我不知道是听来看展的人 是 我感觉进来成量的人 多于进来看展的人 我也算半个进来成量的吧 他们说这个南昌最近成了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城市嘛 那我觉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边很多很适合各种小姐姐拍美美照片的地方 因为在美术馆我也是 大家都是在各种这种拍来拍去 觉得这个主要原因 这个展厅还可以 因为它的这些设计都还比较现代化吧 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 有很多人在这拍照 我也蛮喜欢大家的设计 诶 这个好 这就是一个南昌主题的设计展 南昌Sing the fashion design exhibition 这那个地方有一个南昌的名气 王鹤楼啊 这什么塔啊 我不知道 这边有巴仪包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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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问了一下那个卖绿豆汤的阿姨 怎么去对面广场 她说走前面低下通道 你就转一下 今天早上应该是在这里生气 刚才在那美术馆里坐着 然后还有一个介绍这个广场的一个宣传片 然后说这广场最早是怎么建起来的 然后经过几次翻修 从一个什么革命性质的广场 变成了一个休闲类的广场 又变成了一个商业性的广场 大红星有北厅的感觉 南昌起义纪念碑 1927年8月1号 八一剑军节是不是就按照这个南昌起义来的呀 看完了 我刚才把这个广场照片 发给我一个曾经当过 当过兵的一个同学 他说今天你来这里非常有意义 正好是剑军节 然后我正好路过这里 然后他又说 这个广场家旁边的红星 刚才讲非常有朝鲜的感觉 我想哎 确实是那么回事啊 我刚才讲有北京感觉 但大家讲朝鲜的感觉 我就更贴切一点 应该是南昌的它特色馆 地下通道全是这种车 南昌的晚高风来了呀 大雨震喽 哇 我吃完晚饭 就慢慢溜达到天王阁那边 然后看看晚上的表演 然后现在走走走走走到一个公园 然后正好也路过它 正好进去转一下呗 这公园感觉就在居民区里面呀 蛮漂亮的 有些小亭子 还有个湖 旁边就是居民区啊 这也挨太近了吧 不算湖底房吧 哈哈哈哈 这里还蛮热闹 这边还蛮热闹的 和饭后的大爷的声音量 这边还蛮有意思的 那边还蛮热闹的 这边还蛮热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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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背着居民区 走路了 小步行太大了 步行扛不动他的 反正小时候能扛他的手 这个公交车的造型很浮测 难道是腾王阁专线吗 这是这个公交车的造型 偶遇一辆好帅的磨砂宝石铁 好 我们一瞧到这个晚上的票 你进去看一下吧 据说那个眼熟还不错 原来是有这么一个表演的台子 这个位置还不错呀 感觉 哈喽 我们已经回宾馆了 然后吃了点东西 感觉这七天在江西晚下来蛮开心的 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美景 遇到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人 然后自己说实话也蛮累的 然后明天我们就回家休息两天了 感觉这次可能算我最长的一个人旅行了吧 然后我也有一些蛮特别的感受 就有机会我们出一期视频来分享一下 那好吧 那我们这次的南昌之旅也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帮我点赞收藏关注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